食物不是导致本体与药用的合一。 因此,道非然涵盖各大教们的经历,为先门外教的总源头,确实不居欠于宗教的领域里。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,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。 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。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。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们的最高信仰中心,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。 更能为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,有一个初步的认识。 道之真义,在先天之天不为天,在后天之后不为后。 极大上有可量,极为上有可指。 为道极大不可量,极为不可指。 不所以大无不包围,无不入无所不惯,无所不惯,无所不惯。 万彻了天地人,万物万类。 万彻了三十三天万,万彻了天经万典。 万彻了天法万法,万彻了天教万教,万彻了天佛万祖。 万彻了我之一身。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义。 人,人必须知真觉。 一击是人,人与我我,与人,人良心之行也。 此乃万众一心,万国一家世界打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。 二,道与我,有蛇们关系道的宝贵,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,细而无所不惯。 天地生成之后,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,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。 各有其时,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长,各有其虚。 而最宝贵的是,各天地万物的主宰。 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,约庆里,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,能听,能吃,能动。 因此,我们不只要看求天地间的智力。 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。 不偏偏。